好啊 哈囉 大家好 杜將 我是Dutan 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影片 謝謝 我現在有這樣的緊急狀況 沒錯 我們的上司是說要去我的老大 他在工作時要來的一位大爺 所以我們都覺得很好的景點 家庭的雙倍度很高 我們都在掃除了 但我們都不會有人叫人 對 我們今天就要好好地把上司 做得到很好的 我們兩個今天就是要好好地 來整理跟打掃一下我們的家 因為我的房間還有很多衣服 那我們兩個想說 整理完之後就再來把衣服洗一下 讓家裡整個乾乾淨淨的 那我們就開始整理吧 走吧 沒有走吧 沒有走吧 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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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沙發區 其實我們這裡算是維持得還不錯 但是 因為我們一陣子沒有用掃地機器人 跟吸塵器 就導致我們的地毯有一點點小髒 窗戶沒有的話 很美麗的看起來 所以我們不太用掃地掃除了 應該是好一點 那我看起來應該可以 很不舒服 但我看起來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然後看這個櫃子 很美麗的看起來 很不舒服 但我看起來很不舒服 所以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然後看起來 看起來 有一點點的食材 然後看起來很美麗 對 整理周圍也很穩定 對 還有這個是我回台灣的時候買的招財貓 還有我去福島縣玩的時候 做給文當的福島翁 他都放在這裡 我們兩個很喜歡這種大理石紋路 覺得超漂亮的 那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在茶几吃飯 其實我們兩個的餐桌 就已經完全變成我們的物套了 很美麗吧 對 這裡應該是最好的食物 而且跟大家說 文當有時候下班回家 他就會把他的西裝庫那些 全部都直接疊在這裡 但如果上司來的時候 他就在這裡吃飯 確實 他就有點綺麗 還有這個也出來了 對 這個是我之前為了下文當買的 柯南犯人的衣服 還有麵包 你為什麼要買了這個? 你為什麼要買了這個? Fu醬我驚訝 哈哈 這個真的太害怕了 而且是全身的衣服 這個後來就要買了 所以我會有興趣 絕對買了 文當現在用的工具 是我們去年搬家的時候 然後在樂天市場上面買的 他那罐超方便的 他那罐超方便的 我們也是這樣子噴一噴之後 用餐巾紙擦一擦就可以了 那罐我們現在用了一年 差不多就剛好用完 他只剩下一點點而已 他只剩下一點點而已 好像很皮卡皮卡 對 這麼漂亮 哈哈哈哈 我心裡也很漂亮 我心裡很漂亮 皮卡皮卡 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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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見的 但我看不太有了 我簡訊是很麻煩 我現在是超過了 我只能一件衣服 我的天蠻衣服在裡的装置 我現在來自寫的具體上的枕 我 활用可能性的 首先是把掘 這是偏無雀的 在偏盤的照片 是你 主持人 是你 需要以他的 耳機 用功器 暸鎖 機長 抹茶 我 用的 衣服 我 有 是 整理 整理 在 也 整理 全 是 全 是 太 了 哇 太棒了 嗯 我想吃的想法 哇 它很像埃子溫滿了 你看 它看起來很漂亮 這裡應該要買植物 我去買植物 嗯 應該要買東西放進去 很難的 但是大家懂嗎? 就是有一個桌子跟椅子在這裡 就特別適合拿來放東西 然後還有冰箱 這個也是很容易留痕跡啊 指紋什麼的 所以趁現在就把它擦一擦 這裡邊 閉起來 這裡 有紅色 你看看 哇 這個顏色変了嗎? 對 超級的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每天要吃的保健食品 我也都會放在廚房這裡 有膠原蛋白粉 還有葉酸 還有這個是放給他們出的 給每個年代的女性 每天需要一點維他命 還不錯 那我自己有在裝成這個 就比較不會偷懶 可以乖乖吃 然後也有些藥丸 比較大顆吃不下 所以媽媽還有給我這個 專門抹藥的 好 せーの 大家看聞到還在穿那個企鵝拖鞋 這個也是我們去年為了搬家打掃的時候買的 好 我們現在打掃完我們的客廳還有廚房了 超乾淨的 超漂亮的耶 我剛才看到了 我媽媽給電話 我媽媽說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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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還有洗面所 女子來的時候 你最初手洗的地方 行吧 先跟大家打個預防針 我們洗手台真的是放了各式各樣的東西 這真的蠻亂的喔 洗面所只是放置了 せーの 登 哇 大概 真的是 放了滿滿的東西 我們基本上還是有分一下的 左邊這邊是我 右邊這邊是文當 然後正中間這邊呢 就是一些洗手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的洗手台是白的嘛 所以也要把它清潔一下 看起來會更乾淨 我們現在把東西都先全部拿下來 然後現在要把洗手台先全部擦一遍 因為藏在這裡保養什麼 就很容易會藏一些污垢 也是要感謝文當的上司 給我們這次打掃的機會 不然很少會這樣整個大掃除吧 一般都是年末 我們現在已經先擦完一遍了 大家看 變得 閃閃發亮 超乾淨的 簡直就是新房 然後我們的鏡子也是 登登 超漂亮 現在呢就剩下把東西整整整集結放上去 各位我們整理完了 變超乾淨的耶 各位我們整理完了 其實全部都放在中間裡 都放在中間裡 但是你每次都放在外面 都放在外面 這是瑠姐的方針 這是瑠姐的方針 這是... 這是... 放水類的 文章竟然都是 就是... 整理頭髮的東西 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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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放在這 クォーのやつとか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整理一下我們的衣服 衣服其實真的是超多的 就是... 因為我常常衣服脫了之後就會... 斷丟 就不好 不要學 就會懶得整理 然後就會像個小山一樣 越來越多 吸塵一大堆 欸? 在家裡來吃什麼 你吃什麼嗎? 在家裡嗎? 嗯 但是... 那時候... 那時候... 煮到其實 什麼 我人可以吃 這也是... 做吧 人們的一年 很容易 放在其他健康裡 可以吃 肉雀餅 很像 吃過太多了嗎? 但 吃過太太太 嗯... Fu-chan台湾… って言ってるから もしかしたら 中華料理食べたいかもしれないよね 公安Supu-chan 不自分はあるよ 好きかな なんか… でもそういう経路はおもしろいじゃんやっぱり まあね でもFu-chan服に関して本当 すごいこだわりあるよね 外で着た服 家帰ったらすぐ全部脱ぐの うん なんかシワになっちゃうの嫌だよね 對 就是文章真的很重視 這方面的事情 還有就是氣味 你看我們家現在衣服雖然乱成這樣 可是就是衣服都不會有那個燜臭味 就都還是很清香的味道 まあそれはね 匂いはね 俺もすごい気をつけてるの いい匂いの人って それだけなんか魅力あるじゃん それしかも清潔感のある匂いで なんかすごい香水の匂いじゃないけど あの清潔感の匂い 我們家的話呢 幾乎都是用アリエル 我們等一下也會用アリエル洗衣服給大家看 我們就還滿推薦的 因為就是真的是從以前一直用到現在 おー 你找到了 そう この服務めちゃ好きなのかわいい 好 大家 那我們剛才整理完衣服 現在我們就要來進行今天的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來洗衣服 要用我們的アリエル 那アリエル這個品牌的洗衣機呢 已經在我們的頻道出現過非常多次 所以我們的觀眾應該都對アリエル不陌生 昔大学時代 ずーっと使っててね 常常在棚に有アリエルさんがありましたね 私たちはずっとおいである商品なんですよ うんうんうん 還記得跟文當剛開始同居的時候 剛才我們在整理衣服的時候也有講 就是文當他真的對洗衣服有非常多的堅持 而且真的很瞭解 就各式洗衣的商品 真是嚇死欸 沒想到就是他這麼會做家事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社會非常忠視器位的 你就包含文當也是 那我自己在日本住久了當然也是 所以他們市面上有很多香氛還有清洗的品牌 其中アリエル呢 就是日本家喻互銷 而且已經連續九年都是銷售NumberOne的洗衣精品牌 我們現在用的是最新款的 アリエル抗菌抗臭洗衣精 很多日本人都會在室內量衣服 也都是用這一款來避免有臭味的 這一次全新配方升級在抗潮抗臭更加強 能夠在90%的濕度環境中持續抗菌 目前這兩款也已經在台灣上市了 我覺得很適合顏色又很潮濕的台灣 那這兩款也有實驗證實 90%的濕度環境也不會臭 我家的洗衣機是乾燥機的 ドラム式洗衣機使用的 洗衣機用的洗衣機 乾燥機使用不著用 對 因為自己也不必要洗衣機 對 對 因為雨一直在流通的時期 對 時間絕對後 乾燥機也不會臭 是很清新的香氣 那我們現在就洗一下衣服 我們家室啊真的是 文娜就是我們的洗衣擔當大師 他真的是要求超多的 爽快樂 ね 真的 阿里エル さんにあいつも押し上なってるな ね 本当そうだよ めっちゃ使ってるもん ね なんか 私 このシーン好きなんだよね なんか なんかね 清潔な感じ 癒さえる 哼 其實我們文娜真的是很喜歡洗衣服 他一個禮拜還可以洗三次 大家知道嗎? 我們他兩個人耶 其實真的很感謝我們文娜 每次都把衣服洗得這樣乾乾淨淨 讓我也每天出門都有好心情 いい匂いを纏いながら歩けるからね 那我們兩個現在整理完 然後反正洗衣服要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先吃晚餐 Let's go 好 大家我們現在已經吃完晚餐回家了 よっしゃら 因為我們開始洗衣服到現在 已經過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おー しばらく干してないけど 爽やかな匂いがするね ここでも匂える ね 我還記得很久以前的時候 我用過別的產品 馬上就有那個悶臭味 就文娜超生氣的 就說他完全沒有辦法接受悶臭味 所以整個衣服就重新洗一遍 但是用阿里エル的話呢 其實悶一段時間都沒有那個臭味 匂いが気になるときば やっぱ乾燥機をすぐかけるか やっぱり阿里エル使うしかないかなって感じ 即使是很潮濕的環境 還可以維持清新這件事情 真的很有感 就我真的從之前被文娜生氣過的那一次之後 我都沒來重洗衣服了 哈哈哈 那今天我們兩個花了一整天 把整個家裡都清潔一次 包含我們的廚房、洗面台、浴室 現在整個就是一個 可以招待別人來玩的家了 其實我們兩個住到現在 這個新家已經一年了 然後我們 就是還沒有招待過任何好朋友 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剛搬過來的時候 家裡就會有點亂 然後再生活一陣子之後呢 家裡也是會有一點亂 我就會覺得家裡 亂亂的找別人來超不好意思的 所以其實到現在 就只有我妹來過我們家 然後真的是趁這一次 就把整個家裡超認真的打掃過一次 就終於可以找朋友來了 家裡也不會有這種時候 就不能把家裡扔掉了 真的 真的 謝謝 長師 真的 好 那我們這一次呢 有介紹的這個阿裂 如果大家在洗衣服的時候 也有因為潮濕感到困擾的話 例如燜在洗衣機裡面的衣服啊 還是運動汗臭 或者是浴室的濕毛巾 這些因為潮濕的衣服 悶臭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在潮濕的環境呢 還能維持清新 對我們兩個來說 真的覺得阿裂的幫很大嗎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用適合的洗衣機 才不會像我一樣 要洗兩次 那個兩次我真的印象超深刻的 那這一次的全新升級配方有兩款 絕製藍瓶是主打 去製亮白 衣領黃製都能有效的洗淨 現在天氣開始變熱 容易流汗的觀眾可以參考藍瓶喔 那綠瓶主打是廚師機等級的消臭力 反倒是內涼衣 衣服常常有氣味的觀眾 可以參考這一款 那現在各大實體網路商城都買得到囉 有興趣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 那謝謝大家看我們今天這一支影片 我們頻道會介紹一些 我和文當在日本的生活 如果大家不想抽到下一支影片的話呢 可以開啟通知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